有一个妻子想让她的老公早点回家 于是呢就规定晚上11点回家 之后回家就锁门 第一周奏效 老公都是在11点钟之前回来 第二周老公又开始晚归了 老婆按照她自己定的制度 把门锁了 于是老公干脆不回家了 老婆非常的郁闷 后来经高人指点修改规定 11点钟前不回家 我就开着门睡觉 老公非常的敬意 从此准时回家 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可见制度的精髓不在于强制性 而在于对被执行者的利益的推动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放开你的心灵 要让你懂得你的境界 让你理解之后 自觉自悟的在这个社会人生的舞台上 扮演一个慈善和帮助别人的角色 记住了 你的境界有多高 你就能得的多少 幸福和乏喜 放下执着执着解脱烦恼 才能离苦得乐